金融慈芸市舉辦信徒大會 特別頒發獎主學金和獎學金 50多位獲獎同學一一上台接受表揚 今天是我們慈芸市 第11屆第三次的信徒大會 也是頒獎學金高中大專 他們成績都非常高 覺得高中五名 大學五名實在有疑似之汗 所以我們今年決定 明年增加五個高中十名 大學十名 還有那個三十名的助學金 那是由區公所提供的 鼓勵孩子們用功唸書 慈芸市每年在信徒大會上 都會舉辦頒獎典禮 包括立委林沛祥 議員秦珍 張志豪 余三發 吳華家都出席典禮 鼓勵孩子們在逆境中永不放棄 那其實我們李林主委 我們李林主委跟我們慈芸市 在我們安樂區 不但是信仰中心 同時之間也是我們的文化聖地之一 在過去幾十年來 我們慈芸市在安樂區 不停的用不同的文藝活動 來促進我們安樂區的文化水平 包括在元宵節的時候 還是在過年的時候 都有一連串的活動 來促進地方的敦慶木林 跟地方的我們之間鄰居的和樂融融 所以在這邊配祥也特地 親自來這邊參加這活動 感謝我們慈芸市 感謝我們李林主委 多年來的付出 安樂區公所 每年都會推薦學生 接受廟方獎助學金的殊榮 而慈芸市也捐贈 安樂國小教育基金 由主委李林寶玉親自頒證 出席的教育處副處長 許燕麗特別表達感謝 我覺得宗教其實都是一個 分發相向的力量 也是穩定社會的力量 所以我們很感恩慈芸市 可以讓這些成績優異的學生們 能夠獎學金的鼓勵 讓他們體會到社會的關懷 還有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宗教團體 對他們都有深深的關懷跟鼓勵 所以今天很榮幸 可以來參加慈芸市的頒獎典禮 然後也很感謝李林主委 還有慈芸市的團隊 持續的協助金融 來做這樣的公益事項 政府的資源其實是有限 但是民間的資源是無窮的 每一年慈芸市都會跟我們 安樂區公所這邊索取一些 我們成績優良的學生孩童 去做一些獎助學金的頒發 這一次也頒發了相當多的名額 給我們安樂區內的區民 在此代表安樂區公所代表市政府 感謝慈芸市長年以來 不只今年 長年以來對我們區內的李民的照顧 包含每一年年中他們都會做睡末的祝福 寒冬送暖的活動 真的是對區內的環境改善 那獎助學金做得相當相當的好 我們辦這個信徒大會 一年一次 我們要在信徒報告 有那個收入就出 一目瞭瞭都很清楚 要給他們看 看他們有什麼意見 我們做了義務活動 每年就是做這些義務活動 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 對 還有還都中了什麼時候 迫獎同學在家長陪同下 一起出席頒獎典禮 基隆市長謝國良 以貴賓的身分出席信徒大會 感謝慈芸市長期來 對於在地學子和基隆鄉親的付出 祝我們的大會 圓滿順利 信徒大圓滿順利 我們今天是一直起來 最重要的一個信仰基地 祝一屆平安順利 來這邊祈福的人 都心想事成 再次的謝謝大家 共享謝謝 謝謝 慈芸市鼓勵孩子認真念書 家長們和地方明代一起見證 希望他們未來有能力 可以回饋社會 記者 黃壽銘 這種報導